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已多年一路伯乐相随 是哪位好友率先登场 唱谈他眼中的张迈 张迈是二十年后在相会的首唱 所以到现在目前为止 就是那个歌尽管很多很多的歌手 唱过这个作品 我依然认为他那般首唱 到现在是最经典 大门开启惊喜轮番上演 又是哪位好友重磅来袭 讲述弥足珍贵的战友情 这个节目怎么弄的 反正弄哭了 一会儿哭一会儿消 我们的时间流逝了 但是情意是永存的 所以你的那份情 我们真深地感受到 就哪怕我们再回到 我们的这个院子里 感觉都不一样 终极嘉宾揭开神秘面纱 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让他们互相欣赏 彼此祝福 尤其这几年 好像又越来越女人了 我觉得主要是年龄大了 我是一个充满祝福心的人 当我看到一个人 他的美在绽放的时候 就从内心也特别为他高兴 本期你看谁来了 大来宾 歌唱家张迈 这里是天津卫视 大型感恩互动团话节目 红王要酒 你看谁来了的节目现场 有请王芳 王维念 天津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这里是天津卫视 大型感恩互动团话节目 红王要酒 你看谁来了的演播现场 欢迎大家 欢迎天津来到节目现场的 这一位呢 是我很多年前 就喜欢的一位歌手 他就是张迈 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 来了解他 她的歌声铿腔有力 她的演唱直击人心 年轻的士兵哪里去了 她走进妈妈的思念 妈妈的思念 哪里去了 千万多士兵的花太亮 她就是军旅歌唱家张迈 今日首次做客 你看谁来了 将分享哪些经典之作 又会有哪几位好友 为她惊喜助阵呢 掌声有请大来宾张迈 有请大来宾 亲爱的 哎呀好久不见 见面了 太棒了 来来来 欢迎张迈老师 来见面 谢谢念念哥 你好 来跟大家问个好 好 天津卫视的各位观众 亲爱的大家 大家好 张迈姐呢 我应该叫姐 王老师应该叫妹 她真的是不老 哎呀怎么可能 我就觉得 你说我看您唱歌 她有三十年了吧 有了吗 你有听我哥长大的 好可怕呀 但是我是学师范的 就出来当老师的 但是有时候命运 就是那样安排 让你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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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赶赶赶 给你赶到那个地方去 当老师之后呢 我又到了 那个计划声誉中心 去抄报表 然后呢 我又在电视台 去做过几天主持人 你咋那么不安分啊 然后呢 又在警方热线 当过记者 最后呢 还到了海南 还是广东 海南省歌舞团 在那里工作了 有将近半年 大家想想 他说的这些都是 八十年代末 最后到银行工会 九十年代初的事 那个时候人 觉得有一份铁饭碗 多重要啊 但是最后 铁饭碗是到银行 那会儿就是银行 突然他们要搞 全国的行长会议 就要大家就要 做擂台赛一样 最后又要说 看能不能找到一个 就是又能唱 又能跳 又能写 他们想来想去说 哎 有个人 有个女孩 张麦 于是我是最佳人选 所以我就拳打脚踢 那个时候就在银行 开辟了一个 新的一个窗口 但是您后来来北京 参加那个金泽赛 是以银行的代表吗 我那会儿是 我是那个 重庆电视台选送 对 还有谁来着你那一届 有江涛吗 江涛不是 他不是我们那届 比你高一届是吧 他比我要前面 他是我前辈 小前辈 小心江涛来啊 你就故意要弄不好 他就来了